現在每天確診人數還是在一萬宗以上 所以那個疫情沒有所謂完全受控 數字真是回落到三位數 這樣的情況其實真正真正有一個條件去放鬆 再加上其實過了復活節假期之後 才落實這些放鬆的條件其實會比較穩妥 因為有機會真的可能復活節 大家要一時間放鬆就變了會有一個反彈的機會 最差的時候其實3月初的時候 巔峰已經過了 還有你已經見到其實昨天來講 已經沒有安路染射再有爆發 這些各種的情況其實都是有利於 見到其實那個疫情已經慢慢開始受控 政府開始視乎控制的情況如果落得很快的話 其實那個放鬆的三個階段其實可以再快些去進行了 即不需要分譬如那三個階段可能 每隔一個星期就已經可以進行了 即以視乎那個情況 尤其是譬如一些戶外的運動 戶外的地方其實就可以早些開放出來 就算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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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就算了 就算了